凤飞飞去世的消息为何隐瞒了一个月才宣布 巅峰时超越邓丽君 一代割后凤飞飞为何巅峰退圈 2012年1月3日一代割后凤飞飞因病离世 蒋年58岁 已经是无数圈内厚北的目标 无数人心中挡之无愧的割后 遗憾的是应年早逝 结局比较欣慰的是凤飞飞离世时 家人都在身边也算无憾 2011年5月凤飞飞正筹办台北的演唱会 在反复练习中感觉到自己的声带不太舒服 她放下手中未做完的工作 来到医院做足了详细的检查 隔天结果出来却是二进癌症晚期 胺细胞已经由肺部扩散到咽喉影响到声带了 前几年凤飞飞丈夫赵宏奇 因为患上肺癌永远离开她 凤飞飞没有向外界透露自己患上肺癌 至高知歌迷最近身体不适 恐怕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随即凤飞飞取消了原本计划的三场演唱会 私下秘密求医去过很多医院 这是对肺癌晚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办法 医生只是告诉凤飞飞 在剩下的时间多陪陪家人 过了半年光景病情急速恶化 家人赶紧将她送往医院 在两天的治疗后最终因为病情无法控制而辞世 当歌迷在官网上看到偶像已经病逝的消息时 距离凤飞飞病逝已经一个月了 许多歌迷满心以为 在她康复之后就会继续自己的巡回演唱会 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就已无事人非 凤飞飞在网上表示自己在新年病痛 时间太过不巧 她希望在人生的最后能够低调地走完这段路 也为了让她爱的歌迷朋友过个好年 她特地让律师待到元宵后 再公开宣告她一件历史的消息 在歌迷替她惋惜的时候 律师再次官宣 凤飞飞觉得此生所过的日子都非常精彩 这段岁月给她带来的几乎是观生笑语 也十分感谢自己的歌迷 唯一的遗憾是那些没有唱完的歌 若有来生再唱给喜欢她的歌迷朋友们听 没有给凤飞飞最后办成演唱会的巡演公司 更是觉得遗憾 不过凤飞飞声性低调 她在弥留之际还向家人朋友强调 不要追悼会不管以任何形式 为了尊重凤飞飞的遗愿才就此作罢 据传凤飞飞还未查处病情之前 已录制了四十余首作品 还重新录制了自己之前的歌曲 只待使机放出 可惜这些歌在凤飞飞再是知识此时未出 1977年凤飞飞为穷摇 《我是一片云》演唱同名主题曲 随着电影的爆红 凤飞飞的事业更是走上了一个巅峰 在当时凤飞飞的名气 一度大过同阶段出道的所有歌手 事业如此如日中天 此时凤飞飞也选择结婚生子 还为了婚姻放弃事业 1980年凤飞飞与母亲因事来到香港 这时凤飞飞的好友凌峰突然邀约 她与母亲前往赴约时 才发现包厢中只有一位男子 与凤飞飞约会的男子 是香港一名商人名叫赵红奇 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日后会成为爱人 在这次约会结束后 赵红奇时常想起温婉动人的凤飞飞 她当机立断展开追求 在当时凤飞飞在演艺圈里 早就确定了歌后的地位 事业正是如火如荼的凤飞飞 被赵红奇所吸引 但凤飞飞的母亲并不满意 虽然赵红奇家里富裕 但她比凤飞飞整整搭上一轮有余 还离异带有一子 凤飞飞的母亲听到男方如此条件 心里非常不赞同 她很清楚女儿能够找到更好的 但无奈赵红奇穷追不舍 凤飞飞母亲只好假意说道 如果往她账户里汇金两千万 才会考虑看看 本意是想让这位贵公子至难而退 没想到赵红奇回到家后 立马与父母商量 第二天凤飞飞母亲作恶地看着 自己账户上多出的两千万 说出的话就像泼出的水 尽管凤飞飞母亲又闹又悔 但也阻止不了凤飞飞与赵红奇开始交往 之后赵红奇对待凤飞飞母亲 宛如自己的母亲 母亲也就渐渐放弃了对赵红奇的不满 1981年 年仅27岁的凤飞飞便嫁给了赵红奇 凤飞飞果然没有选错人 在婚后赵红奇对凤飞飞愈发的好 过了八年他们的独子出生 凤飞飞便宣布暂时隐退 专心在家降服轿子 凤飞飞与赵红奇三十余年间非常恩爱 歌迷也欣慰偶像有这样好的归宿 路人也羡慕她能够找到如此好的爱人 原本凤飞飞以为此生应该就是如此 没想到的是爱人赵红奇在几年后查出了患有肝癌 最终还是不幸在2009年因病情扩散而辞世 他们恩爱了三十余年 凤飞飞对丈夫离去这个事实非常痛苦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当时就连吃饭的时候都能尝到眼泪的苦涩味道 她在说的时候眼睛里泛着泪花 但丈夫的离去留下了很多后事需要处理 她只能强大精神面对 用之后余生来治愈这段痛苦 而几年后凤飞飞也患上癌症 与丈夫前后脚病逝 或许她是她思念丈夫 所以才会在几年后跟随着丈夫 与丈夫在天国相聚 凤飞飞出生在台湾一个普通家庭 原名叫林秋兰 从小凤飞飞就难掩对歌唱的热爱 暂尽时候便要求家里让她抱训练般的歌唱 虽家中兄弟好几个 但凤飞飞是家中唯一的女孩 父母当然是在能力范围内满足凤飞飞的心愿 因为长相美丽在歌唱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 她在这些比赛中几乎常常都有名词 正当凤飞飞是飘飘然时 一次意外使她在比赛落选 这给凤飞飞带来的打击不小 这次的体验让她决心去到大城市闯荡 凤飞飞化名为林倩开始她的寻梦之旅 她从小县城来到台北市中心 凤飞飞出生普通 没有途径能让她接触到歌唱圈住人 她只好从酒吧珠唱做起 十几岁的凤飞飞早已知晓世间冷暖 直到善意难能可归 她一边打工一边攒钱出自己的唱片 1971年18岁的凤飞飞机缘桥和下 发行了自己的第一个单曲《初见一日》 算是正是踏上了歌手之路 但是凤飞飞第一次在大众面前出现 却不是以她最擅长的演唱曲目 而是在电视剧中扮演角色 1972年著名制作人张宗容 看中了凤飞飞的美貌与才华 不仅让她演唱燕双飞的主题曲 还让其单演其中的侠女一角 凤飞飞备受这位制作人的青睐 张宗容在外对凤飞飞赞赏有加 用凤飞飞来称呼一名 从此领欠消失 而凤飞飞横空出世 这似乎意味着凤飞飞事业出现了转机 隔年她被刘家昌设为徒弟 刘家昌与琼瑶多有合作 身为刘家昌徒弟的凤飞飞 自然也被刘家昌引荐给琼瑶 1977年24岁的凤飞飞走红 她为琼瑶演唱的曲目专辑 卖出十五万张 知名度一生再生 也成功拿下常驻 琼瑶电影插曲的位置 凤飞飞自小爱漂亮 但是身处不同家庭的凤飞飞 并不能美食都换新的衣服 为了不让她伤心 其母亲每年总会用彩衣剩下的布料 给爱美的小女孩做一顶新帽子 在凤飞飞成名之前 她无法像其他人那样 每场都换一身颈头 只得绞尽脑汁变幻花样 在一次赶场演出时 她因时间太紧 没有换上服饰 只好顺手戴上一顶红色帽子 没想到竟收获了 比之前还高尚许多的欢呼声 从这次后每一次登台 凤飞飞总会换上不同的帽子 来搭配自己当天的服装 在成名之后 凤飞飞依旧不改以往的习惯 传言凤飞飞为了记住自己的帽子 特地编辑了一本档案 来记录自己的这些帽子 不算没有记下的 光是记录在册的 就有600多个 因此帽子割后 成了伴随凤飞飞一生的代名词 如今还活在歌坛的许多实力唱将 都曾是凤飞飞的歌迷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当年凤飞飞盛极一时的光芒 和她相处的点点滴滴 希望这位帽子哥后会记得约定 下辈子还要继续唱歌 给所有歌迷朋友们听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